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遇到过的 就是很容易碰到两个开黑的玩家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出现一个堵笼子的现象 现在视频给大家展示的是一样 一个感染体在外面堵着里面的一个人类 这样的话外面的感染体就抓不到他们了 但是遇到DJ哥这种人类玩家 就专门制你们这些开黑的玩家 直接把他给突突突跳 然后让他被中阶者给抓掉 但是我这个时候也是被半路杀出的一个妖姬 把我的马甲给扒掉了 然后回身发现了一个红布垃圾 静悄悄的尾随了过来 先利用我们的主武器 把他打出bling bling的红光 一个转角爱的摸摸大 把他给干趴下 紧接着利用到哆啦逼梦的时光机 穿梭到寡不穿这个地图 先来到我们的钟楼安全聚载点 然后给大家说回正题 说一下这把武器 它是新版本的阴神武器 价格的话比火麒麟便宜一点 并且拥有黑武士的三连级功能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低发子弹 穿箱子没有伤害削弱的 那么这也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 想必大部分玩家还不知道 这把武器 现在已经在游戏商城当中可以购买了 给大家提醒一下 可能有些玩家还不知道 那么我们继续回到视频解说 这个时候小短腿中戒者 带着他的后宫3000加力 把我们给攻陷掉了 果断启动我们的超级变化形态 我们的双刃白毛女上线 看我一刀一个小朋友 一刀一个小可爱 直接把这两个感体给赶趴下 那么这个时候最后一个感体 你也给我躺下巴里 祝你们有一个好梦 你们就乖乖的给我躺在地上吧 看一下场上 现在还剩下最后四个感体 发现一个吸取精华的矮不拉几 直接一个菊花棒棒才解决掉它 接着回身一个人体描边刀法 愣是一刀没有刀到这个终碟子 最后还是被我的队友 化身为小邓子 把我给拯救了 那么看一下场上 还剩下最后两个感体 两个双刃白毛女 这也是二打二的局面 那么这把拖银肯定是稳稳当当了 时间也是最后剩下不到五秒钟 这把绝对 这把绝对 我的天了 正好三秒钟我又嗝屁了 不多不少 三秒钟刚刚好 那么我们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继续来到夜幕山庄这个地图 我就不相信这把 我又坚持不住最后三秒钟 我又要成为三秒蓝 不是说这个游戏冲前能变强大吗 为什么我冲前了 并没有变强大了 像DJ哥之前 基本上都用GP武器了 不用英神武器 这次用到了英神武器 我们还加成了很多子弹 难道要把这个子弹 加到50发才能变强大吗 我就非常的疑惑了 我决定 我们先刀几个感体 找回一点颜面 找回一点面子 这个时候我也是失去了理智 看到感体 往他身上就是一顿戳戳戳 结果还掉了一层衣服 这也是非常的亏 我觉得你还是理智一点 我也好 理智一点 理智一点 我们可是会这个身法的男人 我们这个250身法 不是浪得虚名的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做人要冷静 也是掏出我们的近身武器 要你命三千 一个螺旋升天 法力无变 螺旋完走位 直接来到我们的二楼 然后发现一个躲在角落 喝旺仔浏览回血的宝贝 直接射爆你的头 说明这把枪打头的威力 也是很强势的 看一下场上还剩下 最后不到一分钟 这个时候发现一个妖架 敲哒哒的尾随了过来 当做我没有看到他 想从局部地区 把我的菊花给偷掉 但是DJ哥菊花可是有动的 能洞察一切不正当行为 想偷掉我菊花 没了都没有 我们也是果断启动 我们的超级变化形态 我们的双刀老太太上线 看我一刀一个阴阴怪 正所谓一只穿阴剑 千阴万阴来相见 场上也是出现了一堆阴阴怪 我们不要急 一个一个解决 先一个窗口片刀 解决掉一个阴阴怪 场上还剩下12个阴阴怪 一个中刀没有怼到 接着一个青刀 又是一个阴阴怪 看一下时间还要接近20秒钟 回身中刀 一个阴阴怪 一个青刀 又是一个阴阴怪 来到楼梯 回身片刀 又是一个阴阴怪 一个青刀 又是一个阴阴怪 我的天啊 尺处 应该有掌声 看一下时间 还有最后不到10秒钟 这把绝对不会3秒蓝了 我跟你说 真的 我真的绝对不会3秒蓝 你看 还有不到3秒钟 我已经打破3秒蓝的足了 对不对 我不是3 What the fuck 给我一首BGM的时间 来冷静一下 好的 我已经冷静完了 刚刚想了一下 为什么我用到阴神武器 充钱了 还没有变 我都不想去 我用到阴神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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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 我用到阴神武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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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